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由于消费需求疲弱,记忆体卖方库存压力持续,仅三星在竞价策略下库存略降。 据Trendforce集邦资讯研究显示,为避免DRAM产品再大幅跌价,诸如美光等多家供应商一开始积极减产,预估2023年第一季DRAM价格跌幅可因此收敛至13%至18%,但仍不见下行周期的终点。 PCDRAM方面,由于笔电市场需求买期不足,PCOEM厂商已连续两季降低PCDRAM采购量。 目前PCDRAM库存约9至13周,但第一季属传统淡季,库存区化仍具高难度。 与此同时,美光一开始针对PCDRAM小幅减产,SK海力士短期将跟进。 第一季整体PCDRAM未原产出量渴望因此下降,但仍是明显供过于求状态。 而三大DAM供应商也针对DDR5积极降价,第一季市场渗透率有机会逼近两成。 预估DDR5价格跌幅约18%至23%,DDR4约15%至20%,整体PCDRAM第一季价格际跌幅, 约15%至20%。 伺服器DRAM方面,受淡季效应、长短料调节与总体经济疲弱影响, 伺服器需求下降,北美云端服务供应商也开始降低伺服器采购量及建设速度。 然而,原厂伺服器DRAM的生产比重仍持续提升,2023年第一季库存压力难以减轻。 即便部分供应商开始减产,仍无法有效收敛价格跌幅。 预估DDR5第一季价格跌幅约18%至23%,略高于DDR4,但DDR5第一季导入率仅约10%, 故伺服器DRAM价格下跌幅度主要还是由DDR4决定, 预估跌幅约15%至20%。 行动DRAM方面,智慧型手机品牌的行动DRAM库存历经约6个季度的去化, 已到达平均5至7周较健康水位,但销售市场低迷, 各手机品牌持续条降2023全年销售目标, 对于行动DRAM库存去化有一定难度。 供应商计划放缓报价跌幅,主要是减产已确立且会持续扩大。 再者,相较其他DRAM产品类别,行动DRAM获利最低, 在需求低迷已是市场共识的情况下, 降价强势的策略效益低, 故第一季行动的DRAM价格, 即跌将会收敛至10%至15%。 总体来看,PC及伺服器DRAM跌幅仍是近两成左右, 行动DRAM在获利空间最为压缩的现况下, 是跌幅收敛较较明显的比较。 韩国三星电子作为全球最大记忆体厂商, 其近日2022年第四季度的业绩预告, 预计该季营业利润为4.3兆韩元折合34.3亿美元, 同比大幅下滑69%, 创三星近十年来最大利润跌幅, 创八年来最低水平, 也低于市场分析师预期的6.7兆韩元。 三星将利润下滑, 归结于宏观经济问题导致半导体需求疲软。 三星表示, 对于记忆体业务而言, 第四季度需求的下降程度高于预期, 主要是因为全球利率持续高企和经济前景疲弱, 引发的消费者情绪恶化引发了担忧, 促使客户调整了库存, 以求进一步收紧财务状况。 外媒报道也表示, 三星2022年第四季营业利润大幅下滑的主因, 是源自2021年以来, 记忆体晶片价格持续下跌, 及市场需求持续萎缩所导致。 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此前就曾预计, 在大流行后时代市场需求减弱的情况下, 造成记忆体晶片的供应过剩, 这让记忆体晶片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跌。 另外, 全球的通膨也是造成记忆体价格下滑的另一项主要原因。 市场分析师也指出, 三星四季度业绩不如预期, 象征着该公司面临降低资本支出与减产的压力。 不过, 此前三星曾表示没有缩减资本支出及减产计划。 但是, 现阶段记忆体市场的快速恶化, 加上严重的获利能力衰退, 使得三星的高层不得不考虑, 之前所不愿意进行的缩减资本支出及减产计划。 而一旦三星愿意降低记忆体晶片的供给量, 则有望较快稳定记忆体晶片市场的价格, 推动记忆体市场形势的好转。 就在三星发表大幅下滑猜测的同时, 三星联席CEO兼公司消费电子产品部门负责人表示, 虽然预计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仍将保持较低水平, 但相信到2023年下半年, 三星的获利将会有所改善, 危机往往会运于新的机会。 当一切都稳定下来的时候, 市场秩序就很难动掉了。 三星为了挽救记忆体造成的营收减少, 根据韩国经济日报的报道, 市场消息人士表示, 三星目前已经大幅提高了其最尖端的三奈米制程的良率与产量, 用以相抗衡, 也已正式大规模量产三奈米制程的晶圆代工龙头台基电。 据业内人士消息, 三星电子突然大幅提高了三奈米晶片的产量, 似乎是良率问题得到了解决。 三星在2022年6月底正式宣布量产采用GAA技术的三奈米制程, 而采用该制程的首家客户是中国的一家IC设计公司。 不过, 因为当时三星的三奈米制程被爆出, 良率即有10%至20%左右, 使得其他潜在客户没有兴趣。 不过, 相比于此前受困的良率问题, 三星一位高管在受访时表示, 现阶段三星的三奈米制程良率已经达到完美水准, 而且也在毫不迟疑马不停蹄地开发第二代的三奈米制程。 另外, 台湾DG Times日前也报道, 三星电子将在其三奈米工艺中采用透光率超过90%的最新EUV薄膜以提高良率。 这些薄膜将来自韩国公司SNS Tech。 台积电在日前才开始宣布大量生产的三奈米制程, 是采用传统的FinFET技术, 而三星的三奈米制程则是业界首个采用GAA技术的节点制程技术, 理论上可以有效地提高晶片的效能与降低能耗。 因此, 三星三奈米制程的良率如果真的得以提升, 即代表着能推进该节点制程的获利能力的提升。 另外, 虽然台积电落后,三星量产三奈米制程技术约半年的时间, 但此前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指出, 未来将由苹果公司首先采用的台积电三奈米制程良率高达85%, 明显优于三星。 产量意味着晶圆上还剩下多少有效的晶片, 因此是半导体工艺节点盈利能力的关键。 不过, 对于这样的良率表现, 还没称, 这一数字过于夸张, 韩国市场人士似乎并不相信, 称这样的成绩是被夸大了的, 韩国行业消息人士认为, 实际良率可能在50%, 他们表示, 考虑到台积电向苹果供应的三奈米晶片, 大规模生产和交付业界最小的晶片的周期, 其产量最多为50%, 报道进一步指出, 在三星与台积电都进入三奈米制程的时代之后, 未来三奈米制程将会成为晶圆代工市场的主流。 因此, 预计到2025年之际, 三奈米制程市场的产值将会高达255亿美元, 超越当时5奈米制程预估的193亿美元产值。 根据市场调查Trendforce的调查数据显示, 2022年第三季, 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中, 台积电仍以53.4%市场份额稳居第一, 排名第二的三星市场份额仅16.4%。 所以, 在市场列竞争下, 也使得三奈米制程将成为未来两家公司主要竞争的关键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